老公的情人发了怀孕 B抄单给我 劝我主动离婚 净身出户 跟着我就被拉入一个虐渣联盟的群 本以为是互助吐槽发泄的 在群里周老公下面被狗吃掉 隔天 老公在外面吃宵夜 烤肉掉在裤裆上 一只流浪恶犬扑了上来 一口给他咬掉 点血带肉 伴着烤肉吃了 我接到消息的同时 群主我 你发布的任务已完成 轮到你接单了 跟着私信就发了我资料 以及任务 老公出轨 我早有预感 女儿下半年生初三 我没心思跟他吵 老夫老妻的 床上那点子是 已经看透了 人回不回可以 钱回家就行 可没想到 半夜时 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 家我的女人 发了一堆东西给我 怀孕必超单 老公陪他产检的照片 老公他在他运度上满脸幸福 以及他们在床上的亲密照 更可笑的是 还有在港城咽血的结果 是个男胎 对方发了一大段文字过来 意思就是老公还是想要儿子的 让我离婚 就算不离 现在私生子一样 有继承权 还威胁我 如果不在一个月内离婚 且净身出户 他就会把这些发给我女儿 我当时气炸了 他管不着下面二两肉 我不管 可有了孩子 影响到女儿 还想分财产 这时就不能忍 在床上翻来覆去 拿着手机 不知道是该假装无所谓的 回复对方呢 还是打电话给老公 跟他大吵一架 让他把人给我解决了 想找人说说 发泄一下 翻遍了通讯录 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正烦躁着 手机响了 我被拉入一个虐渣联盟的群里 还是自动加入的 群背注信息是 女性互助共同虐渣 我一进群 群主就发了条信息 欢迎新成员加入 获得任务奖励一个 然后群里有个群员就开始吐槽 爱人出轨海瓢 害他染上了性病 却倒打一耙 还不给他前置 下面群员就开始轮番安慰 我扫了一眼三百多个群员 没一个认识的 当下气急 也在群里发泄了一通 鬼使神差的来了一句 他管不住下面二两肉 让狗吃掉算了 当时群主就在下面接了一句 任务已接收 不过其他群员都纷纷安慰我 男人就是管不住下面 如何如何的 我看着那染上性病的群员 从发文字到发语音哭 越来越崩溃 大半夜的女儿就睡隔壁房间 听了两条就没听了 脑子里想着 如果离婚 第一步该先跟女儿打好招呼 做好心理疏导 第二步就是转移部分财产 他有了儿子 女儿的抚养权 应该不会要了 可别想把钱给他那未来儿子 第三步 保留证据 证明那孩子是婚内出轨生的 让狗男女和那私生子 身败名裂 再一点点推着事情细节 一夜没醒 早上给女儿做了早餐 送他去暑假补习学校 就去上班了 中午顺带跟一行咨询们一下 将定期取出来的事情 老公还打电话来 说出差还得两三天才回来 我内心冷笑着硬朗 不回来正好把房子的事情处理一下 忙乱了一天 到了晚上 安顿好了女儿 躺在床上 那骨子怨恨如同蛇一样 又缠了上来 无处发泄 却又在心中油窜似咬 就在我拿起手机 准备在那虐渣联盟里发泄一下 老公电话就又打来了 我原本不想接的 可想想要处理财产 还是得先稳住他 接通后 那边吵得不行 在警笔声和狗狂吠声中 隐约夹着老公放声哀嚎的声音 一个陌生的声音 是秦永龙的爱人吗 我本能地应了一声 对方跟着表明身份 还抱了警号 就在我懵逼时 对方来了一句 你带着相关身份证明 直接去是医院 你爱人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我听着电话那头 秦永龙号叫声 宛如杀猪 对方只是催我紧快过去 到了再说 就在挂了电话时 那虐渣联盟里 群主发了视频 还了我 你发布的任务已完成 轮到你接单了 我正懵逼 发布了什么任务 好奇地点开了那个视频 是个夜宵档口门前的监控 监控正对着的桌子 坐着的赫然是秦永龙 和他那个三 这就是他说的出差 秦永龙还贴心伺候小三 将烤好的肉 用生菜包好递给他 可就在包的时候 他似乎被什么吓到了 手一抖 那块烤肉掉在他裤裆上 一只等在档口外面的恶犬 猛地扑了上去 对着他胯下就是一口 那狗很大 脏兮兮的 一扑过去 秦永龙就痛得仰天大叫 可跟着就见 轻薄凉爽的沙滩裤被撕裂 那只狗腥红的长舌 将一团燃血的软肉 连同那块掉落的烤肉 以及布料卷进嘴里 直接就跑了 我光是看着都疼 这真的被狗吃了 刚接到消息 这监控哪来的 吓得手机啪了一下 就掉床上 也就在同时 那群主私信过来 可我不记得 什么时候加过这群主 屏幕上跳动的 赫然就是昨晚 那抱怨老公出轨调娼 导致他染上性病的诉说截图 却没想在一串60秒 语音方针下面 估计是说累了 还发了断文字 我要让他被车撞死 四分五裂 脑袋被车碾碎 肉粘在地上 馋都馋不起来 死无全尸 下面附着的 是一个男人的所有资料 一张对脸的半身照 几张生活照 还有身份证 工作证 驾驶证 行驶证 医院检查报告 以及一部黑色小车的照片 还加了一句 明晚8点57分 请驾车到河西南路 第二个红绿灯路口 我看着群主发来的那条信息 知道这就是所说的任务 可P&A上面说的 让他被车撞死 任务的时间精确到分 以及具体的路口 难道是让我在那个路口 撞死那个渣男 那秦永龙被狗吃了下面 也不是意外 是因为我一句话 他们精心设计好的 现在他们这是要让我杀人回报 我一把抓起手机 正要问群主 电话就又来了 这次是医院 催我快点过去 秦永龙需要马上安排手术 给家属签字 我急忙赶到医院 秦永龙已经进了急诊 一通签字缴费 送人过来的 除了那个叫陈贤楚的警察 还有夜宵档的老板 他也吓得面无人色 一个劲地跟我解释 那狗是流浪狗 已经抓住了 这事跟他真没关系 我扫了几眼 并没有见着那个小三 正要问 公婆急急赶来 不问青红皂白 对着我就是一通吼 多四五十岁的人了 还吃什么宵夜 不吃会死吗 我当下冷笑了一声 他跟我说在出差 还要几天才回来 我还想问陈警官和这位老板 他跟谁大半夜的出来吃宵夜 初了是不见人 那老板连忙掏出手机 有监控 是和他老婆 还怀着孕 四个多月了 不过受了惊吓 说肚子痛要回去 我特意叫车 送他回去了 等他将监控调出来 公婆看着上面带着肚子的小三 撇了撇我 立马不说话了 看他们这样子 似乎早就知道这事 好啊 一家人都瞒着我 这时医生出来了 告诉我们 秦永龙连高丸也被咬破 不马上手术的话 有生命危险 跟着就说了手术方案 婆婆又是一通护天腔地 幸好警察在 一通劝胃后 手术还是要做的 我又是一通签字缴费 等我再回到手术室门口时 公婆很严肃认真的看着我 柳秀 阿龙出了这样的事 以后肯定不能生了 陈珊珊肚子里拎孩子 是阿龙的 他以后肯定也不会再跟阿龙好了 你拿个世界二十万的 让他把孩子生下来 就当自己的养 秦要一个女孩子 有个弟弟 以后嫁人才不会被欺负 阿龙这样子 以后也不会在外面 是吧 以后一家四口 好好的 我听着只感觉好笑 意思是秦永龙出了事 小三怕守活寡 就不会再逼宫上位了 然后 我还得花钱稳住小三 免得人家打胎 还得帮他养孩子 还得伺候秦永龙 他们连小三的名字都知道 还知道是个弟弟 一开口就是十几二十万 实在不想跟他们呆成 直接起身 手术要几个小时 瑶瑶明早还要上课 我就先回去了 柳秀 婆婆立马站了起来 指着我破口大骂 你这是要让阿龙绝后吗 你生不出儿子 还不让别人生了 不管你同不同意 珊珊肚子里的儿子 都会生下来 你不肯给钱 我就卖房子给他 反正只要是阿龙的孩子 以后都能分财产 珊珊叫得可真亲热 我冷冷地瞥了他们一眼 加快速度往外走 到了车上 这才趴在方向盘上 重重地喘着气 他们一家人 怎么不都去死 那只狗怎么只咬掉它下面 就该咬死秦永龙 这个王八蛋 死了一了百了 这念头刚闪过 手机就咚的一声响 群主再次发信息给我 完成一单任务后 则可再发布新任务 以及一句女性互助 共同虐渣 这是检测到我脑子里的想法了吗 我吓得紧握着手机 看着上面的字 把群里秦永龙出示的监控视频翻出来 无论怎么看 都是个意外 河西南路就在医院附近 晚上八点到九点 是探病离院的高峰 时常有小寡村发生 秦永龙又住院 明晚我肯定要来探病的 如果走神撞到什么人 一切顺理成章 就在我想着时 我爸突然打电话过来 语气极为沉重 先是安慰 跟着就提到公公打电话给他 话里话外的意思 就是劝我按公婆说的 花点钱 让陈珊珊生下孩子 我听着只感觉全身发冷 和他大吵了一架 直接挂了电话 回去的时候 路过那个红绿灯路口 等绿灯的时候 我看着人行横道 想着如果我一脚油门撞过去 最多也就叫人撞废 不可能四分五裂 肉粘在地上产都产不起的地步 难道秦永龙的事情 只是个巧合 蜜月扎联盟的群里 凌晨了 依旧有人在诉苦 不过这次换成了个女学生 因为暗恋笑草 被霸凌 脱光衣服抽耳光 让他喝蹲坑里的水 电体鳞伤的被关在厕所一整晚 还拍了视频和照片发同学群 里面还附带着 那发出去的照片和视频 我亏评 想等他说狠话 看群主会不会接任务 可他只说自己想自杀 变成鬼 也不会放过那些霸凌他的人 因为是凌晨 也没什么人安慰他 就一直自说自话 天亮后 我依旧做早餐 送女儿去学校 并没有跟他提纳糟心罢的事 公婆一直打电话给我 我到后面直接拉黑 当天请了假 将银行的定期取出来 给女儿买了国债 又找了房产中介 将现在住的房子挂了出去 一直到下午 我接了女儿回家 公婆守在家门口 见我就破口大骂 骂我不管秦永龙的死活 伤成这样了 都不肯去医院看他 我把女儿推进家门 直接锁了门 免得他听到这些糟心事 然后把陈珊珊发我的那些东西 全部发他们秦家的家族群里 本来为了女儿 还想着给秦永龙留点脸的 既然他们不要脸 那就别怪我了 婆婆居然还冲过来要打我 对我一把推开了 公公倒是讲策略 给我爸打了电话 让他跟我说 约我到医院一起谈 我爸自来爱面子 总想着当大家长 到医院 秦永龙还没醒 我任由他们说 最后只来了一句 这只是你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陈珊珊想不想生 让他亲自来跟我说 出事一天一夜了 陈珊珊都没露面呢 反倒是公婆在这里跳 我爸妈被刺 人家来做什么 万一你下狠手 把人家孩子搞没了呢 婆婆恶狠狠地盯着我 孩子是我想没 就没的吗 当下冷喝了一声 正要呛他 手机上20点30分的闹钟 突然响了 可我并没有定这个闹钟 就在我关闹钟时 群主又发了张截图给我 是导航路线规划图 从市医院 有个县城的儿子 我还不肯要 如何如何的 心头一发狠 直接就走了 我倒要看看 秦永龙的事情是个意外 还是精心策划 如果这虐渣联盟 能策划这么好的意外 那我也不介意再发一个任务 从地下车库开出车 到医院门口后 我偏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 正好是8点40分 心脏狂跳 握着方向盘的掌心 全是汗水 手机一直在响 我爸妈不停地打电话过来 我没接 就换成了语音方正 我知道他们要说什么 就是老一辈的想法 女的得有儿子傍身 有兄弟 可他们也不想想 我那个弟弟 只会啃老惹事 拖后腿 还不如没有呢 听着手机不停地响 心头烦躁 车就越开越快 等到第一个红绿灯路口时 才8点50分 这边是主城区 红绿灯距离不算太远 按正常速度 到下面一个红绿灯 最多5分钟 可任务单上是8点57分 如果那个在外面乱来 染上性病 传得老婆 还倒打一耙的死渣男 正好是8点57分到 而我先一波通过 岂不是撞不上 我倒要看看 如果正好赶上 那个渣男 会不会正好出现在我车前 可如果多等一波红绿灯 就会迟到 我咬了咬牙 通过红绿灯后 将车速降到最慢 不过后面 车子喇叭按得震天响 不时地劈着时间 会不会开车呀 一个从右车道超车的大汉 还特意放下车窗 对着我破口大骂 我掌心 后背全是汗 正要回骂 就听到低 被一声喇叭唱鸣 跟着砰的一声 一辆从右辅道驶入的小车 直接撞到了 那大汗超车 未减下速度的车上 两辆车子往前窜出老远 又追尾了前面一车 黑色的小车 跟着就是连环追尾 吓得我一脚油门 整个人都扑在方向盘上 晚高峰 前后车流都大 我急杀也被后面的车子撞了一下 头磕到了方向盘上 整个人都是懵的 没一会儿 整个车道就堵得水泄不通 骂娘声不断 我脑袋轰嗡作响 一直到后车主来问我有没有事实 才反应过来 再去看时间 已经8点58分了 过了 那个渣男并没有出现在我车前 心头说不出是遗憾 还是松了口气 你没事吧 后车的车主敲着车窗 满脸紧张地看着我 我朝他摇了摇头 看了一眼外面 摁下车窗 没人出事吧 暂时还没有 晚高峰嘛 车速度不快 如果不是那沙比右车道超车 也不会出事了 那车主也没好气 又朝我道 我报保险 你下车来看一下 拍个照 也就是说 那个渣男并没有死 群主策划也不是万无一失 如果秦永龙的事情 真是个意外呢 那群主只是正好黑到了监控呢 就在我被后车主催着 去拍照处理追尾时 紧车过来了 几个穿制服的交警刚下来 就接到电话 立马走了一半 一堆车主还在哀哀 那后车主却看了一眼手机 立马咳舌 朝我道 旁边在修的那条通平路 刚一辆渣土车 撞到一辆电动车 直接碾过去了 别说人了 连电动车都被压成废铁了 那后车主将手机 往我面前递了递 沉生道 都还没修好 抄什么进路啊 这不死得快吗 那是一个路人拍的视频 灯光昏暗 满地的渣土 鲜红的血水 残缺破碎的肢体 被挤出的 而那燃血的功夫 有点眼熟 赫然就是那渣男工作正上穿的 脑中猛个友人猜想 也就在同时 手机响了 群主发来信息 接单完成 可发布下一任务 我整个人瞬间有点飘忽 手脚发软 呼吸加重 身体不由地往旁边倒去 后车主忙一把拉住我 这太血腥了 你受不了 你先回车上坐会儿 反正没这么快通车 还贴心地给我拿了瓶水 让我别怕 这意外事故天天发生 那人还要骑电动车 走位通车 且在施工的路段 不出事才怪 我连灌了大半瓶水 朝他倒了泻 等他走后 将沾满汗水的手机 在衣服上擦了擦 又将车门车窗关好 确定外面没人后 这才解锁 群主私信就发了那条消息 可虐渣联盟里 群主发了三个视频 还了那个哭诉的女人 第一个视频 就是旁边路口的监控 可以清晰地看到 那又辅到驶路的车 撞上了超过车的车子 四秒后 那个穿着工作服的渣男 骑着电动车到了路口 见堵车了 就又掉头 第二个视频 是通平路与河西路交汇口的监控 可以清晰地看到 那渣男掀开了风路的蓝铁皮 推着电动车驶了进去 第三个视频 就是渣土车驶出 撞上电动车 跟着血水宛如破碎的西瓜般 从车轮下涌出 人立马被碾得四分五裂 电动车都被压破 那没带头盔的脑袋 惨不忍睹 一直到渣土车停下来 长长的轮胎刹车印记下面 血肉 烂泥 碎骨 已经分不清浪 那个哭诉的女人 并没有在群里表态 只有那个被霸凌的女生依旧在发 是了任务发布者的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他们都知道 所以不发布任何评论 而群主发到群里 就是告诉大家 任务成功了 胃里一阵阵抽搐 齐永龙不是意外 这个渣男不是意外 他给我发布的任务 根本就不是让我撞死那渣男 可他又是怎么精准地算到 这边交通事故的堵车 让那渣男改道 又正好被渣土车撞上的 要多少个小环节 有多少人参加 才能造就这样的意外 如果我没有前面开快 后面刻意放慢速度 那大汉没有右车道超车 转眼看着这拥堵的路段 我不知道这中间 有多少人是能虐渣联盟群里的 那渣男从生到死都和我 没有任何交集 我的所有行为都合情合理 那渣男的死因 还当得上一句自找的 可一条命 就这样在一连串 毫无关联的意外中没了 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巨异 抖住手把那群主扇了 又退出了那个群聊 还特意清理了缓存的视频和图片 无论如何 都不能再跟他们有关联了 车道事故只是追尾 人员并没有太大伤亡 处理很快 交警现场拍照后 又对我和后车主的驾驶证 和行驶证拍了照 就在他拍的时候 我猛地想起了渣男的资料里 也有这两样资料 我并没有给群主提供 秦永龙的资料 他就精准意外 那这渣男的资料 也可能是群主查出来的 这年头所有信息都完全 可这群主能量也太大了 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晚上11点了 女儿还没睡 还给我熬了粥 给了我一个拥抱 然后把自己作业的完成情况 一一告诉我 却只字不提 公婆上门辱骂的事情 我抱着女儿轻呼了口气 离婚就离婚吧 让秦永龙自己和陈杉杉扯去 儿子爱生不生 没了他们这些糟心事 我和女儿以后 只会越来越好 第二天 依旧是送女儿去上课 然后去上班 公婆和我爸妈 倒是没闹调了 我那个一无是处的弟弟 还有秦家那些亲戚 开始轮番上场了 尽管语气还算好 可话里话外的意思 明显和公婆一个立场 我直接将手机关机 到公司的时候 同事们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 几个要好的同事 还特意安慰了我 秦永龙下面被狗吃了的事情 猎起得很 视频传播很快 更何况和秦永龙 一起吃宵夜的孕妇还不是我 我顶不住同事们同情的目光 想着下午请假算了 就接到补习班老师的电话 话说得委婉 刚才秦瑶的爷爷奶奶 带着几个人 把他接走了 我这边跟您报备一下 我心猛的一梗 如果只是好好的接走 初中班的老师 自然不会特意给我打电话报备 还点名带着几个人 女儿是我的底线 公婆都闹到补习班去了 让她以后在老师同学面前 怎么抬得起头 初中的女生 正是敏感的时候 现在学习压力大 各种霸凌层出不穷 我连忙往那边赶 路上给公婆打了电话 问他们在哪 哟 我和自己孙女吃饭也不行了 我打你电话不接 现在知道打给我了 迟了 公公还阴阳怪气 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打给女儿 可她电话却打不通 就在我准备打开定位找过去时 陈珊珊发了张照片给我 女儿捂着半边脸 双眼含泪 满脸绝强地瞪着旁边 一边公公手指都快戳到她额头了 婆婆也一脸不懂事的表情瞪着她 公婆以前为了催我生二胎 没少从秦瑶这边下手 这次居然直接找到补习班了 陈珊珊还发了条信息 不用我把照片发你女儿 她爷爷奶奶就发了 还帮着劝呢 心头内骨子恼火 再也压不住了 可我也定位不到女儿 正打算直接问陈珊珊 或是直接报警 手机就收到一条信息 发来的是一个定位 还有一张女儿被公婆凶神恶煞劝说的照片 头像虽然换了 可网名赫然就是群主 我心头一梗 就并不记得什么时候加过这个好友 不过现在找女儿要紧 公婆的性子 说不动就会动手 我不敢再多想 直接照着定位过去 果然在那个咖啡厅里找到了他们 除了公婆 还有勤家几个亲戚 以及搭着肚子的陈珊珊 见到我 女儿捂着脸跑了过来 我拉开她手一看 粉嫩的脸上明显似到纸痕 正红肿着 公婆还忙活在陈珊珊身前 冷冷地盯着我 瑶瑶说了 想要个弟弟 人家生不出儿子 完全没血缘关系的 都得领养一个 这还是瑶瑶的亲弟弟呢 陈珊珊不说话 只是伸手捂着肚子 笑意盈盈地看着我 脸上写满了得意 秦永龙下面被狗吃了 她肚子里这胎 倒显得其祸可居了 我拉着女儿就走 那秦永龙的舅妈还追上来 想劝我 被我冷眼一扫 缩了回去 就在我启动车子时 婆婆还满脸堆笑地 扶着陈珊珊出来 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陈珊珊在一边 依旧笑得春风得意 秦家老两口 每个月退休金近一万块 加上秦永龙这么多年的孝敬 存款不少 还有两套房子 陈珊珊这是怀着金孙 打算从这边下手了 我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 关上车门 又检查了她的脸 这才问手机去哪了 女儿捂着脸 滴滴地啜气着 他们来闹 我想打电话给你 手机被爷爷砸了 还没来得及捡 我就被他们拉走了 怪不得那老师打电话给我 这哪是街啊 女儿红着眼眶看着我 你和爸离婚吧 其实你不用瞒我的 他跟爸好了几年了 有几次爸接我 都绕道去给他送过东西 在他刚怀孕的时候 爸有一次送我 就跟我说过是个弟弟 爷爷奶奶也劝过我 只是我怕你伤心 不想让你知道 妈 你放心 我不是小孩子了 有没有爸爸 在他们眼里就是个笑话 甚至是他们拿捏的 把柄和突破口 只是女儿怕我伤心 所以瞒着我 该死了 他们都该死 就在我真箭头闪过时 手机突然响了 群主要发布新人吗 看着群主发来的那条信息 一骨子寒意 从心底一直蔓延到全身 我不知道自己是 怎么带女儿回家的 只是麻木地给他冰敷 再三安慰他 只要安心学习就好了 其他的事交给我 最近都没有好好休息 给他点了爱吃的比萨 吃完好好睡个午觉 我去补习班找老师 把这手机拿回来 你可不能偷看 我手机里的隐私哦 他捂着脸 娇娇地交代我 知道了 我弹了一下他额头 就让他去睡了 就在我给他关上房门时 女儿突然叫住了我 妈妈你想保护我 我也想保护你 你说过 人不可能一直被保护着 得自己成长 我已经长大了 你不需因为我委屈求全 看着躺在粉色床单上 脸还微红的女儿 我心头一阵阵发软 他什么都知道 却怕我难堪 一直装着不知道 鼻头一酸 朝他笑着点了点头 好 我会跟你爸提离婚的 离了后 陈珊珊要不要生 就由他们自己考虑了 我关了门 在客厅坐了一会儿 握着手机 看着群主发来的三条信息 几次点进删除界面 又退了出来 群主 好像能随时感应 我心底最恶毒的想法 却有神通广大到能提供 我需要的所有 而且删除了 会自己找回来 删不删也没太大关系 那个虐渣联盟的群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加了进去 这次诉苦的 不再是那个女学生了 是一个女人 老公常年酗酒家暴 说离婚就要杀了他全家 他报过警 可也没用 老公蹲手在他家楼下 和儿子学校门口 说只要他敢提离婚 先杀了儿子 跟警察说吧 他又没有实际行动 问就是看儿子 看老婆 可那种提心吊胆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发疯 才让人恐惧和绝望 我想过杀了他 可如果我坐牢了 儿子一辈子也就毁了 只要让他死了 以后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下面群主回复 任务已接收 跟着就是安慰他的 我点开那人的微信界面 看了一眼 想加个私信 却被禁止 如果不接任务 是看不到信息的 群里也从来不提 虎毒还不食子 那样的家暴男 用亲生儿子来威胁老婆 就该千刀万挂 我沉吸了几口气 还是退了出来 去补习班 拿到女儿摔碎的手机 跟老师咨询了一下 当时的情况 老师不好太明说 但大概情况 和瑶瑶说的差不多 我将手机送到维修店 对方说 屏幕没货 我正等着 房产中介就打电话来了 刘姐不好意思哈 我们公司昨天 审了一下您的房产证 您这边去年 就拿这套房贷了款 要跟您这边再确认一下 我都怀疑听错了 什么贷款 这边抵押贷款查到 是你先生秦永龙签的字 要不您这边 再给你先生确认一下 中介跟着又连说了几句抱歉 跟着挂了电话 一年前 房子就抵押贷款了 我全身哆嗦 直接打电话给秦永龙 他有气无力 开口就来了剧 我都成这样了 你看都不到医院 看我一眼啊 你不来 也让瑶瑶来啊 你拿房子抵押贷款 钱呢 我懒得跟他废话 秦永龙倒挺有底气的 公司周转 亏了 秦永龙 我低吼了一声 他公司这几年财务状况挺好的 用得着抵押房产周转 还是一年前 他这是早就暗中转移财产了 那会儿就打算离婚了 可现在陈珊珊都怀上四个月了 还是男孩子 他怎么还不提离婚 是还有财产没转移 是吧 他倒是了解我 所以先下手为强 果然男的很起心来 比你的很多了 我只是不想离婚 秦永龙语气放软了 悠悠地道 陈珊珊这种知三当三的女人 万万可以 当情人也行 没有哪个男人会真的傻到 把这种女人娶回家 把孩子给他教育 更不可能 所以你看 他都怀孕四个月了 我都没跟你提离婚 只是和瑶瑶说过 会有一个弟弟 就是想着 等他生下来 给钱打发了他 孩子抱回来给你带 你对孩子向来有耐心 把教育瑶瑶多棒啊 以后我们就耳语双全了 秦永龙说着 陈珊珊真该听听这些话 听我没支声 他又轻声道 你也知道我公司的经济状况 以后瑶瑶工作了 想买哪就买啊 结婚后 我们在他同小区也买一套 一家人住一个小区 多好 秦永龙说这么多 总结起来 就是房子抵押贷款亏了 拿不回来了 公司的账目 估计也做了手脚 现在离婚 我和瑶瑶什么都没有 他手握着转移了的财产 还有陈珊珊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跟我说这么多 就是让我别离 现在这种情况 他肯定是想求稳的 秦永龙不愧是生意人 下面都没了 才一天就想到最完美的解决办法 还会跟我说软话 给我画饼 他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我感觉凶闷得不行 直接挂了电话 坐在路边花坛 重重地喘着气 还没从秦永龙的无耻中缓过来 陈珊珊就又发了信息给我 是一份转赠说明 内容赫然是 公婆将名下一套房 赠给了他腹中的孩子 我一时不知道 他到底对秦永龙的老龙深算 是不是了解 还有条信息 你不理也没关系 属于你女儿的一切 都会是我儿子的 我看着都笑乐了 只恨刚才气蒙了 没有将秦永龙的话录下来 他倒是能忍 知道秦永龙下面被狗吃了 为了钱和房子 还要上位 可房子是赠给他腹中孩子的 不是他 我和秦永龙原配夫妻 陪他创业发家 他都被判出轨 还早早地就转移财产 他们还找不到补习班呢 对孙女果然没有孙子重视啊 不知道为什么 我脑中猛地赏过那些意外 以及刚才虐渣群里 那个渣男要蹲在自己儿子门口 杀了儿子的说法 心头一股股怨恨涌起 群主跟着又发了一条信息 要发布新任务吗 全身如坠冰枯 加上心底压制不住的恨意和怒火 我哆嗦着手 打下几个字 让他们都去死 我发完后 眼前猛地赏过渣土车下 破碎的肢体 染着血和碎骨的渣土 忙想撤回 可群主已经回复 任务已接收 心跳突然漏了一拍 有种挤痒后 大力抓到发痛的畅快 又好像剧赌开牌时 那种说不出是兴奋 还是担心的恐慌 整个人好像变得轻飘飘的 脑袋轰轰轰作响 什么都不能想了 不知道做了多久 还是给师父捣好数据叫我 我才反应过来 忙低头看了一眼手机 那群主再也没有发信息 又去群里瞄了一眼 这次画了再昏的 说是现任老公 对自己女儿下手 被她发现后 连同女儿一起被暴打 还把她绑了起来 当着她的面侮辱了女儿 她想报警 可那人渣威胁她 女儿还那么小 一旦报警 这身闹开了 一辈子都毁了 下面发了张照片 遍体鳞伤 长发遮脸的女孩子 死气沉沉地躺在床上 那孩子看上去 比瑶瑶还小 我不敢想象 如果有谁敢这样对瑶瑶 我会疯成什么样 那就是人渣 畜生 这种事情 报警又有什么用 能判多久 十年 八年 三年 五年 我脑袋一片混沌地退了出来 脑中全是想着 群主接了这个 会制造什么意外 怎么制造意外 如果秦永龙出世 牵连到我 那会不会影响遥遥的以后 这种制造意外死亡 该怎么判 可脑中又闪过秦永龙 下面被狗咬 以及那个被扎土车 碾碎的渣男 就是意外 心头未安了安 回到家 女儿还没醒 我把新手机放在床头 想着晚饭给女儿 炖个番茄浓汤 一边又不停地 瞄着群里的消息 怕来个视频 秦家人意外全死了 又想着来个视频 秦家人和陈珊珊全死了 我宁愿给他们所有人送葬 也不想再看陈珊珊发来的恶心事 以及看到秦永龙那座错了事 还理所当然 老谋深算的脸了 更不想见到公婆那阴阳怪气的样子 正心不在焉地看着 手机响了 我差点切到手 确实补习老师就打电话来了 女儿白天请了假 为了避免跟不上进度 晚上有个同期的班 方便的话 我可以陪同着去上 以后也都可以上那个班 意思就是 她在出现白天那种 一堆人去抢人的情况 让我陪同 我正想拒绝 瑶瑶就出现在厨房门口 就上这个吧 妈妈你陪我 好不好 睡久了点 她脸当红扑扑的 可被打的那边 还是能看到印子 对上她委屈巴巴的眼睛 想着白天被公婆 陈珊珊带着一堆亲戚 围攻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我心头一阵发软愧疚 终究是我没能保护好她 原本想着 就算离婚 房子和钱都能给她争取到 却终究被请永龙抢先一步 这回看着她 哪能不答应的 干脆饭也不做了 让她去换衣服 出去吃 我也去换身轻便点的衣服 就在我出来的时候 她正一手拿着新手机 一手拿着我手机 吓得我差点跳了起来 生怕这回群里 发意外视频 或是看到陈珊珊发的什么 瑶瑶却摇了摇手机 我用的是你的副卡 收个验证码 见她神色正常 拿到手机 又点了下任务栏 确实没有微信见面 这才松了口气 吃饭时 气氛倒是松快 她跟我说了 等暑假搬上完 计划去买完几天 说得没飞色舞 看着她亮晶晶的眼睛 笑出来的小虎牙 我心思也慢慢放松了不少 其实有她在 又何必去计较那些糟心事 我自己存的钱 够我们再买个小房子 和以后的生活了 要去争 去报复 无非就是自己不甘心 相比于其他渣男 秦永龙倒罪不至死 借口上厕所 我发个消息给群主 撤回任务 可群主只发了一个 任务执行中 心猛地就跳了起来 这么快的吗 但转念一想 秦永龙被狗咬掉 也就一天 那个渣男被渣土车拈死 也只隔了一天 看着上面那句 让他们都去死 群主知道这个 他们指的是谁吗 掌心又开始冒汗 刚吃了饭 就有种低血糖的头一目眩 四肢发软 抖着手忙输入 停止 停止 妈 姚姚见我一直没出去 在门口叫了一句 我本能地抬头应了一声 等在看的时候 微信不知道怎么的 就闪退了 再点 刚进见面 就又立马闪退 心头越发着急 门外却传来姚姚的敲门声 妈 你还好吧 怕她担心 我一边应声 一边又重重地点了几次微信 可每次点开就闪退 只得放弃 拉开门 看着姚姚担心的脸 盲又笑了笑 没事 就是吃辣了 哎 你懂得了 她呵呵地笑了笑 跟着有点吃出地道 妈 爸住院了 趁还没上课 我去看看她吧 终究是她爸 我想了想 还是带着她去了 而且我也想看看 秦永龙会不会真的在出意外 路上开车 我都不停地撇手机 等红绿灯的时候 还刻意关机重启 可微信依旧在闪退 见我一直在搞 姚姚还帮我查了 微信为什么闪退 结果又是清内存 又是重装 一直到医院门口了 都还没搞好 我心头隐隐发慌 这突然闪退 会不会和让群主 停止任务有关 任务一旦发布 就不能停止 必须死吗 姚姚看出我的焦虑 是不是工作上有事要处理啊 要不用我这个新手机 登录 不用 我连忙拒绝 看着路边水果摊 让她买个果栏 免得空手去 趁她买水果 又失了一下 新装的微信还是闪退 心头越发的不安 再三确定 我只说了 让他们都去死 没有说让秦家人都去死 不要惑及秦咬 光是想到这里 看着在水果摊前的女儿 我都不放心 不管是不是违章停车 直接就下车 或者她上了车 姚姚也看出我的紧张了 朝我笑了笑 妈 我都长大了 她根本不知道我担心什么 意外 无处不在 人为的意外 更是杀人于无形 防不胜防 等到了秦永龙病房 她爸妈也在 见我们到了 立马变了脸 秦永龙脸色很差 躺着不能动 看起来倒是假装很高兴 我家姚姚宝贝来了 公婆还要哼 可我瞪了一眼 又吞了回去 公公更是直接扯了一下婆婆 既然姚姚妈来了 今晚就她守夜吧 总不能让我这当爸妈的 给你端屎端尿 她这当老婆的 什么都不管 这个时候就想到我了 如果不是姚姚在 我得来一句 不是还有陈珊珊吗 当下冷笑到 白天明二老带着陈珊珊 还一堆亲戚 闹到姚姚学校 还砸了她手机 搞得人家老师差点报警 交代以后 姚姚上课都对我陪着 待会儿我就要陪姚姚去上课 还得去给她修手机 怕是没空 我看都没看他们 直接让姚姚把果然放一遍 秦永龙好面子 当下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 公婆还想说什么 秦永龙直接赶人 你们先下去走走 我有话和姚姚说 公婆纷纷地瞪了我一眼 直接就走了 姚姚又祈求地看向我 妈 你出去一下 我和爸单独聊聊 好不好 她主动来看秦永龙 这会儿怕是要问陈珊珊的事情 看了秦永龙那有气无力的样子 确定不会出事 就在门口长椅上坐着 他们父女俩说话声音并不高 我听不太真切 而且更在意的是微信闪退的事情 有点后悔没将平板带出来 万一那群主发什么任务之类的 想了想 还是借了姚姚的手机 登录了我的微信 正处理着 就听到公婆讨好的声音 还是你心善 记得阿龙 亲手给她包鸡汤 不像有的人啊 一扭头 就见陈珊珊带着个肚子 婆婆扶着她 一边公公拎着个保温盒 三人都用嘲讽的目光 瞥露我一眼 公公直接就推门进去了 见他们来了 我忙站在门口 摇摇 我们走了 摇摇应了一声 只是看了一眼秦永龙 并没有对公婆打招呼 起身就往门口走 没叫呀 连爷爷奶奶都不叫了 婆婆冷哼了一声 这会儿 公公帮着摆床桌 陈珊珊殷勤的朝秦永龙笑了笑 拎着保温盒放在床桌上 我牵着摇摇正要走 也就在同时 秦永龙手机响了 她拿起来看了一眼 撇着陈珊珊 就好了 不会往孩子身上笑 现在她下面没了 她爸妈也急着让我生下来 就算知道我们的关系 也不敢赌啊 这声音 赫然就是陈珊珊 跟着就是那男的黑黑的笑 秦永龙冷冷地瞪着陈珊珊 将手机对着她 我是冤大头 那这是谁 手机屏幕上 陈珊珊赤裸着身体 坐在一个男腰上 那照片下面还有时间 还有视频 我怎么不知道你玩得这么花呀 秦永龙又点了下手机 去划视频 我心头猛个一跳 忙去看发信息来的人 那熟悉的头像 赫然就是陈珊珊自己的微信 我正奇怪着 这是不是群主的手笔 陈珊珊却脸色一变 扑过去 这不是我 这 可这一扑 直接就带倒了床桌上 打开了的保温盒 哐当一声 里面鸡汤流出 全洒在秦永龙 只穿着病号服的裤裆上 跟着就是一声 撕心裂肺的惨叫 吓得摇摇一个机灵 我忙摟着她 朝外面大叫 一声 一声 转念一声 又不对 忙朝公婆道 这不要脸的 是不是你瞎黑手 还阿龙 陈珊珊尖叫着想避开 可地上也洒了鸡汤 一时踩着脚滑 猛地跌倒 肚子直直地撞向 旁边放着的凳子 只见她和凳子 喷了一下全倒地上 跟着就又是放声痛叫的声音 婆婆也瞎蒙了 伸着手 不知道要不要服 公公看着床上晕过去的秦永龙 又看着捂着肚子 趴在地上 慢慢蜷缩身影的陈珊珊 不知道如何是好 居然扭头朝我看了过来 柳秀 怎么办 嗯 床头铃 我朝公公大吼 又朝姚姚道 去护士站叫人 快 姚姚正看着陈珊珊腿间流出了血 对我扯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旁边病房听到动静 都来看热闹 窃窃私语着 我站在门口 闻着鸡汤香 看着里面的渣男渣女 一时脑袋发黄 可心底却有种说不出的畅快 意外 就是这种意外 医生护士来得很快 主持医生还得先看一下 其永龙被烫伤的情况 痛得死去活来的陈珊珊 立马被抬上病床推走了 叫家属时 公婆没一个应声的 居然又看向我 婆婆更冷哼道 这种不要脸的婊子 全家怕是死绝了 要不然能让女儿做出这种事 那你们谁去缴费 护士听着也没好气 这种时候 公公一般都选择性的沉默 婆婆还瞪我 你去 如果不是你管不住阿龙 她会 我直接掏出手机 报了警 婆婆立马慌了 你报警做什么 我没好气地看着她 这病房都有监控 我不报警 等陈珊珊家属来了再报警吗 你现在不去缴费 等警察来了 也是你缴 婆婆还不甘心 我是你婆婆 哦 出了事 你不帮我 还帮她 阿龙还没死呢 你就不管我们了 我都要气笑了 您前面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说怎么了 就算我打你 你也是我儿媳妇 你去 婆婆还拿捕 护士又催了起来 见我没动 倒是公公怕事情扩大 瞪了婆婆一眼 跟着去了 秦永龙还没愈合的伤口 烫伤严重 就是脆弱部位 你爱人本来就伤得重 这二次烫伤 感染风险很高 你得清楚 我心头发闷 实在无力说话了 只是点头签了字 再回到病房门口时 警察已经来了 婆婆正哭哭啼啼的 骂陈珊珊害人惊 瑶瑶和一个女警坐场以上 正轻声说着 事情的来龙去脉 病房里还有警察 在拍照取证 看着一地鸡汤 血水 我心头有鼓说不出的荒谬感 这到底是那群主策划的 还是真的只是意外 如果是策划的 前两次都是精准达成 这次我发布的事 让他们都去死 可现在并没有死人 你就是报案人 秦瑶的妈妈柳秀 是吧 那女警忙迎了上来 朝我道 过来做笔录吧 我苦笑了一声 想了想 干脆把事情从头说起 反正也没什么隐瞒的 等警察录完口供 又差不多是瑶瑶上课的时间了 我跟那女警官说了一声 这样吧 你先送她去上课 等陈珊珊家属来了 肯定还得回来处理 你再回来吧 女警察倒也通情理 等到了车上 我拿着新手机 看了一眼微信 那个群里并没有发出监控视频 群主也没有私信我 心头忐忑地退出我的微信 还给摇摇 他接过手机 那个陈珊珊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爸爸的吗 我亲吻了一声 依旧有点恍神 到底是谁 用陈珊珊的微信号 给秦永龙发了那些东西 群主 群里没有视频 那这次只是意外 还是什么前奏 那他们真的还会死吗 心头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像是后怕 又有种说不出的畅快 一句话 就有人把我把想做的事 全做了 不只是杀人 还诛心 可车还没开出医院 不过就打电话来了 在那边呼天枪地 你就把我们和阿龙丢医院了 啊 阿龙的命 还没给女儿上节课重要啊 你怎么这么狠心 我心头最后一点点愧疚 完全消散 如果不是你们白天到学校闹 瑶瑶的课也不会改到晚上 你们自己解决吧 我解决不了 我说完后 直接挂了电话 随手递给瑶瑶 帮我拉黑 你早就该这样的 瑶瑶接过手机 惊呼了口气 路上再也没有说话 可刚将她送到学校门口 警察电话就打了过来 让我过去处理一下 让瑶瑶下课打我电话 又和老师交代了几句 这才急匆匆地往回感 就在我要转身时 瑶瑶突然叫住我 妈 会好的 他们不会再烦你了 好 等你爸醒了 我就跟他提离婚 我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他眼神中带着我看不懂的东西 心头莫名疼了一下 这次的事情 终究对他造成伤害 等回到医院 公婆 警察 还有陈珊珊的父母 都在医院办公室里 还有上次秦永龙 被狗咬的那个陈仙处警官 他眼带同情地看着 根本不用我开口 公婆和陈珊珊父母 已经在争吵中 把事情前一后果说完了 还拿着秦永龙的手机 把陈珊珊那点破事 也捅出去了 两边没说上两句 就开始吵 我就老老实实坐在一边听着 最后一直闹到 陈珊珊肚子里的孩子 没保住的结果出来 他爸妈又是一通撒破吵闹 吵着吵着 就又开始往我身上扯 婆婆说 他帮我推掉了 陈珊珊肚子里的孩子 我居然连一句话都不帮他说 然后陈珊珊爸妈就见风插针 说是我指使的 两边都将矛头指向 原本坐在角落里 静静地看着他们闹得我 我最近被秦永龙的事 还有那聂扎群 整个心里焦脆 陈眼看着公婆七十多 还升红火虎 眼带威慑的样子 真心不知道他们哪来的经历 这么能折腾 果然 人啊 不能吃太饱 太咸 更不能活太长 死了 就清静了 你说句话呀 难道你就不想 陈珊珊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装什么清高 婆婆还冷哼地撇我 我是真没想过这个 我只想过让陈珊珊去死 轻呼了口气 正不知道怎么开口 手机响了一下 我掏出来一看 那一直登陆不上的微信 居然登陆上了 有条弹窗信息 不过不是群主 是腾讯新闻的退送 伸出手机点了一下 卸载中庄后 聊天记录居然还在 聊天见面 没有群主 也没有那个虐渣群 陈珊珊就在前面 最后一条信息 是她发给我的 我还以为你要称一称呢 这就同意离了 没意思 时间是在我和瑶瑶 刚吃完饭那会儿 心头震撼 点进去一看 除了原先陈珊珊威胁我的那些 上面就只多了一条 我发给她的 我累了 明天会和秦永龙提离婚的 而在陈珊珊对话框的上面 是个我们公司的法务 将我和秦永龙的事情 一一说明了 然后问她 尽快离婚要多久 更重要的是 里面居然还提到 我已经定期存款 转成了遥遥的国债 还问这算不算转移财产 我忍着心中波涛汹涌 抖着手指 翻着和法务的聊天记录 这些都不是我发的 可雨气和我一模一样 更对我家这点破事 一清二楚 就在我微信登录不上的时候 有谁黑了我的号 是谁 那群主吗 这是在帮我脱身 柳秀 你那破手机这么重要 你要看着 我和你爸被小三的爸妈欺负啊 怪不得你都不过小三 婆婆居然还吵我吼 我苦笑了一声 将手机递给一边的女警 她也瞥了几眼 看完后 又瞥了瞥公婆 将手机递给一边的陈贤楚 我还要去接孩子 这是我不想参与了 法务那边明天会申诉离婚 你们自己解决吧 我看着公婆他们 苦笑道 我没用 也不想再争什么了 我只想守着摇摇 然后朝女警官道 手机里的东西 如果用得着的话 手机可以当证物带走 不用 这是和你没关系 你是报案人 不是嫌疑人 我们没有权利 女警官忙将手机还给我 笑了笑道 去接孩子吧 我朝他们点了点头 转身就往外走 公公却猛地拎起凳子 朝我砸过来 你今天走了 以后别进我们情家的门 警察忙将公公扯住 婆婆一边拉扯着警察 一边对我破口大骂 你这个没良心的 阿龙成这样了 你就要离婚了 你不得好死啊 是他们不得好死 那群主的能量超出了我想象 我离开医院 接上姚姚后 两人都很默契地 没有再提医院的事 一路上 他一直跟我说 晚课老师是个年轻的 讲课生动 上去做对了题 还给他们发棒棒糖 还说以后会搞小红花 完全把他们当幼儿园的小朋友了 他还当真从书包里 翻出两个棒棒糖 包里一个塞我嘴里 躺在我嘴里化开 一点点冲散了那团压 我喘不过气的东西 当晚又是一个不免夜 我用尽办法 都没有在微信上找到 那群主相关的记录 秦永龙和公婆郡子中毒 很严重 什么 就算我等着他们意外 可这郡子中毒 依旧超出预料 但也只得请了假 急急地到医院去 到的时候 又是那间会议室 那你警官和陈仙处接待的我 将事情前一后果说了一下 昨晚他们吵到后面没个结果 就闹着要上法院 不过都有病人 别在医院陪业 陈珊珊的父母不住室里 今天也没回去 上午又闹了一通 到了近中午 公公在医院照顾 婆婆回去熬点鸡汤 给秦永龙 正好 秦永龙的就妈捡了骏子 给她送过去 又顺带问秦永龙的情况 给她出出主意 因为公公和秦永龙都在医院 婆婆包好后 连电砂锅一起拎过来了 一家人正喝得差不多了 陈珊珊爸妈又来闹 说陈珊珊被婆婆害得小产 他们还喝鸡汤 就把电砂锅给抢走了 他们也算心疼女儿 剩下那点子鸡汤 全给陈珊珊喝了 公婆原本气不过 要追上去抢的 被秦永龙给叫住了 一家三口关着病房门 商量着怎么办 下午不用打针 护士见他们躺床上 都以为是在睡觉 先发现异常的 还是陈珊珊 等诊断出是骏子中毒 问出哪来的时候 陈珊珊爸妈还闹力痛 医护感到秦永龙病房时 一家三口全都快不行了 现在四个全在抢救 陈珊珊爸妈 原本还在抢救是闹 被警察带到另一间会议室去了 我听得脑袋嗡嗡的 这是都要死了 群主真的出手了 那种痛到极致的畅快 后怕般的兴奋 又让我全身轻飘飘的 过了半晌 才朝那女警察到 秦永龙那情况能喝鸡汤吗 下面被咬了 又烫伤 虽挂了尿带 可喝汤也不方便吧 女警只是苦笑 跟着就接到电话 陈珊珊没抢救过来 毕竟刚流过产 失血过多 身体虚弱 她爸妈接到消息 又开始闹 让女警察去安抚 前脚刚走 就又有电话过来 秦永龙没抢救过来 让我过去 我整个人都有种 熬上几天几夜赶项目 咖啡 浓茶这罐后的麻木和恍惚 宛如怒偶般的 跟着医护人员走 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陪着我的陈警官 也看出了我的恍惚 打电话给了我爸妈来处理 率先通知的 就是秦永龙的舅舅 他就妈一赶过来 一凡以前对我没生儿子 各种不是鼻子 不是眼的挑剔 不停地对我哭 说他是好意 才送了骏子 他们自己家吃了都没事 公婆倒称得算酒 可毕竟七十多岁的人了 一痛洗胃后 也走了 都死了 他们都死了 我坐在医院走廊里 听着秦永龙舅妈 拉着警察哭着自便 又不是来扯我 说他不是有意的 他也没想到会这样 让我说句话 我整个都恍惚着 任由他拉扯 让陈珊珊生儿子这事 和转赠房产 对我和瑶瑶这种逼迫时 他们没让我说得上话 后面的事 就是按部就搬了 通知亲朋好友 安排后事 处理遗产 陈珊珊的直接死因 在于那抢走的鸡汤 当时闹得厉害 医护人和病人都看到了 是他爸妈冲进去 硬抢走的电纱锅 加上公婆死了 这事也追究不上 至于流产什么的 他也对秦永龙的伤口 造成二次伤害 我将这些事情处理好 就已经是一个星期后了 这期间 群主再也没有找过我 我搜过那虐扎联盟群 也没找到 瑶瑶乖巧懂事 十几岁的小女孩子 抱处理了不少事 那个给瑶瑶 就手机换屏幕的师傅 打电话过来 说手机修好了 让我去拿 我赶过去时 那师傅将手机递给我 哦 我弄了一下 他上面隐藏的 几个微信分身出来了 你家孩子 是不是在搞什么刷单啊 搞这么多微信分身 瑶瑶还搞了微信分身 我接过手机看了一眼 随意点了一个进去 那头像赫然就是那个群主 也就在同时 我身后传来瑶瑶的声音 妈 我扭头 就见她站在店门口 背着夏日灼灼阳光 朝我回首校的开怀 同时 我手机响了一下 那个无论我怎么都搜不到的群主 发了条私信给我 我也能保护你的 他们再也不会烦你了